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栏目 我是记者夏宾 9月份以来中国官方推出了一揽子提振经济的增量措施 货币跟财政共同发力 有的聚焦资本市场 有的针对房地产领域 有的瞄准了地方政府花债 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轮增量政策背后的逻辑和考量 如何评价政策效果 下一步应该从哪些地方发力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尹燕林主任来为我们做专业解读 林主任你好 你好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 我们看到9月份以来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增量政策 您觉得我们怎么样正确地去理解这一轮的增量政策 它跟之前的这种刺激经济的政策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您觉得现在的落地效果怎么样 确实是这一次的重量政策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政策的弊性不同 大家知道当年的1998年的出台的政策的时候 刺激的政策的时候是征地亚洲金融危机出台的 那么2008年出台4万亿的时候 是征地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 那么这一次主要是征地国内的利息增长乏力 房地散市场低迷 还有股市也比较低迷 还有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居民还有地方政府 在收入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压力 第二个政策的逻辑也是不同的 当时主要征地外息不足 外息受到影响的话 国内就拉动利息 主要是通过来拉动利息 来硬抵外息的收缩 那么这次逻辑有点不同 那就是要看重点是在来刺激股市 来使得房地散市场止跌回稳 第三个就是政策的重点也不一样 当时98年和08年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都是投资 拉动投资 增加技术设施建设 那么这一次的重点 刚才你提到提振资本市场 再另外很重要的 就是要让房地散市场止跌回稳 当然也在伊朗的政策里面 也有关于扩大投资的 拉动利息的特别是消费方面都有 但是重点和以往还是确实有不一样 那么第四个 就是我感觉到了 这个政策的手段也有不一样 当时98年和08年的时候 都是直接采取中华国债的方式 那么这一次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就是利用发债 共计发行十万亿的发债的计划 其他的政策工具包括 刚才讲的提振股市的时候 是两个工具创新 对吧 这个都是年来没有的工具 当然其他的像货币政策 降诊降息 在以往也采用过 这次也采用 中量政策出台以后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是股市利感见影 是吧 现在楼市也有活跃度也提升 谢谢尹主任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有一些观点提出来 中国的这个宏观政策 在现阶段 可能要转向更加注重消费 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观点 以及就是您觉得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平衡 在消费和投资 这两个方面的政策力度 在扩大利息来提振经济 来拉动增长的时候 这个消费确实是 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特别是在现在 我们这个发展阶段 我发现有这么几个新的情况 第一 机组设施的投资 这个拉动作用 开始不如过去了 制作业投资 同样是这个中速 也是有明显的下来 那么这些年来的 这个 因为传统产业出现了过剩 那么传统产业的扩张性的投资 产能扩张性的投资 就大幅度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有新型产业的投资增加 有传统产业既改投资增加 但是这两个中加还弥补不了 这个产能扩张性的下降 所以总的表现就是投资 中涨速度是往下滑的 这个明年投资不振 也是我们投资 这个中涨速度下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吧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强调消费的拉动作用 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现在刚才讲的 这个投资 是作用在下降 但是我们投资 并不是没有空间 还是有很大空间 中央共加强调 这个投资和消费 两个的驱动 双轮驱动 之所以要统筹投资和消费法 我理解 就是不能就投资谈投资 也不能就消费谈消费 所以在考虑到投资 要讲投资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消费 讲消费的时候 要考虑到投资 所以怎么更好的 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这样就是要打通 投资和消费这个通道 所以要把这两个之间的转化 作为下一步 我们扩大内息的重点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感到有两个领域 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就是房地散领域 大家知道房地散 它是一个大正消费品 对吧 它的产业链很长 上下游 房地散从消费来讲 房地散对家电家张 这些大正消费品 有拉动作用 从投资单来看 房地散的开发投资下来了 我们的整个投资 是一个下拉的作用 第二个 新型城镇化 农业整业领口市民化 农业整业领口市民化 那么不仅能够增加消费 而是能够带动城镇的投资 好的 谢谢银主任 您刚刚其实提到 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统筹 投资跟消费 其实就是要打通 他们这些路径 然后您提到了两个领域 那我们接下来到下面一个问题 是关于这个宏观政策的 我们看到在增量政策当中 其实货币政策 现在市场反映 已经相对积极 您刚刚提到 股市叫做立竿建议 现在接续上的是财政政策 我们已经知道 有10万亿的新增的资金 是直接给到地方化债 在未来几年的过程中 您怎么样评价 当下给出的这么一个 财政政策的这么一个力度 以及后面在落地执行中 效果怎么样 这一次发债的一揽子政策 我觉得力度是非常大的 它是一揽子 而且是综合性 而且是靶向性 是真正的地方的隐性债务去的 所以我想这个 争对性强 力度也大 那么首先从效果来看 它能够大幅地减轻 地方的发债的压力 能够降低地方债务的成本 特别是利息支出 现在根据财政部的策算的话 总计能够减少6000亿利息 因为现在我们发的债 是法令债务 那这利息要大大低于 这个隐性债务的利息 所以它这个直接的效果 就减轻利息的支出 债务成本 有三个空间 第一是政策的空间 资金量有空间 我原来用于发债的资金 可以用于来改善民生 提供经济发展 第二个就是它的时间空间 就像现在有时间 来考虑怎么来提供经济中场 怎么来考虑上项目了 年来要考虑的 怎么来反债 这是一个 第三个是政策空间 就像它可以更多的考虑 怎么来支持经济发展 这样就同出了三个空间 所以我想它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 谢谢银主任 我们来到下面一个问题 还是跟财政政策有关系 我们看到官方已经明确提到 明年的财政政策 可以期待它是更加给力 我们现在的财政政策工具箱里面 您看来还有哪些工具 咱们可以用 另外有学者提出来说 大规模发行国债 或者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 去刺激经济 您觉得这个是否可行 能不能解决当下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 我们国家财政政策的工具 还是比较充裕的 特别工具箱里面的工具 还是很多的 首先就是赤子空间还是有的 财政策也明确表示 要充分利用 积极地利用这个空间 那么第二个 还有专项债这个工具 专项债的就是 来支持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 和它的民生改善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它这个专项债和我们的赤子国债 是两个不同的工具 第三个还有一个超长期国债 超长期特别国债 第四个就像还有转移支付 至少有这么四个 是财政可以使用的工具 一般讲这个货币政策像个绳子 拉紧的时候很容易 起作用很直接 但是放松的时候就不那么的直接了 这个现代需求能不能增加 这就不起结于你这个利率的调整 货币政策的调整 而起结于我们市场主体 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 同样的在财政方面也有这个问题 财政策像最后要落到时初 你必须要使得 这个投资和消费能够增加 除国家增加直接的国家投资之外 那么企业的投资 特别是民间投资 能不能刺激出来 那还得起结于我们的 他们的预期 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 能不能改善 变化可能有一个过程 特别这里讲的 我们讲的这个时间 重成有个之后 使得整个经济环境改善以后 预期有所改变以后 那么市场主体感觉到 他的心理心态 心理预期变了 那么他会增加投资 或者老百姓会增加消费 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经济困难 我觉得就会得到改善 谢谢银主任 我们来到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跟您刚刚前面 很多问题中提到的 房地产有关系 我记得今年在全国两会的时候 跟您也做过采访 您当时提到 中国住房的需求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您也相信中国的房地产 会重新走回这个 健康平稳发展的轨道 那现在我们看到 增量真的出来了 有很多是针对房地产的 而且中央也已经提出来 四个字 叫做房地产领域 是要止跌回稳 那您觉得要做到这四个字 咱们在哪发力是最为关键 最为重要的 中央也强调要止跌回稳 是吧 特别是他强调要回应群众关切 是吧 强得很清楚 回应群众关切 要调整一些限高政策 现在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精神 出台了叫组合权 四起销 是吧 四降低 两个增加 现在十月份的数据出来有所变化 但是我感觉到 死的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 很关键的是 它是要改善预期 要改善预期 那么改善预期的关键 是要让房价要止跌 你现在热点的 老百姓关注的地方 那你就要针对这个来 政策在落地 这种政策出台 我感觉到很重要的就是 不要挤牙口 不要一点点充 就这个我觉得 这个政策一定要考虑到预期 市场的变化 只要这个政策力度够 那么这个房价 特别是一些 一线城市的房价 能够尽快止跌的话 那么吸收量 这个销售量能够有所回升 那么就会能够死的这个市场的预期 能够尽快以变化 您刚刚的回答 其实已经对这个房地产止跌回稳的关键 包括它的这个具体抓手 还有些具体的这个做法 都已经给到了自己的建议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 我们知道统计局发布了这个三季度 中国经济数据的这个情况 而且从三季度来看 九月份的一些指标确实有改观 十月份呢 现在有一些先行指标也出现了好转 那在您看来 九月份十月份的这个好转势头 能不能在整个四季度延续下去 那么我们今年想要完成 全年定下的这个目标的话 应该还从哪些地方去发力 中央的一览子政策 是在逐步的显现 这个效果 而且我讲的 我有信心吧 第四季度 我觉得各方面 会延续这样一个态势 在政策上还是要采取一些有利的措施 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了 尽快扭转这个防律伞这个预期 市场预期 相关的政策要落地 第二个呢就是要还是要加大 这个知识性的货币政策的力度 第三个呢就是要还是要实行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要大回目的扩大这个投资 包括明年的预算 利投资也要提前 而且包括155的规划的一些清单 项目清单也要提前 我觉得这把这方面的力度加大 第五个呢就是这个扩大 来刺激消费呢 这个增长 最后一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活跃资本市场 除现在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 在交易制度改革方面 可以做一些探索 也不妨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 怎么来使得这个资本市场 更加活跃起来 另外当然很重要的 最后就是这个 进一步落实重大的改革了 我觉得怎么把这个 这个分工方案 各个部门的改革落下来 就提出一些代标志性的改革 这个举措 我觉得这个第一 改善预期提振性 也非常重要 好的 谢谢银主任 那么我们从今天的访谈内容 可以看到 中国的增量政策已经有了 关键在于怎么抓好落地的效果 怎么样去改善市场的预期 相信只要把这些做到位 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重新走回到 健康平稳的增长轨道 我们再次感谢银主任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 谢谢 今天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